观圣帝君 又称为协天大帝 观公 也是民间信奉的武财神 被赋予忠义的祭祀精神 自古以来 凡是华人的所到之处 必流传着观圣帝君的信仰 当时因为我的职业是当导游领队 然后他在第一次的时候 就要到大陆去寻根 同时就开始结缘 他每次所讲的都会跟我大字化小 小字化我 投于结架不解之言 跟观圣帝君结缘已经十年以上了 然后想说对观圣帝君 或是对一些观圣帝君的信众 做一些回馈 干脆就是说去拿个征兆 然后在处理过程中 其实也很多满选的事 有时候一摸到对方的身体 大概就会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 而这座嘉义县大陵圣贤宫庄严肃木 好气长存 为民国76年道长徐双慧女士 于嘉义保福宫修建工程时 受到观圣帝君显灵指示 因而创立 我们当初在做建筑 然后到那个保福宫那边 做那个中古楼 当天的时候就有感应 然后经过一个月 就把他带回家供奉 供奉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们 他的名字叫圣贤宫 大陵圣贤宫也因有求必应 显赫的圣灵神迹吸引许多虔诚的信徒 朝目参拜 观圣帝君他很特别 他是从山西出生 他的灵是山西出生 他希望我们到他的祖庙 请一尊神明回来 还有到洛阳 还有到湖北 当阳 东山也请一尊神回来 差不多在15年前的时候 遇到台中一个老板 他就说要帮他盖庙 就一个姻缘 所有的义工来帮他 把这个庙盖起来 未来更计划打造一座庙点 安奉关圣帝君 也为更多众生指点迷津 庙方人员更前往 关圣帝君的出生地 山西 观摩其寺庙的建筑设计与工法 他说要内部都要笼住 他已经看好了 就是张庭山的青斗石 他是三亿年的石头 他才要 庙方也致力落实关圣帝君的慈悲精神 成立中议会 在中议会的运作下 无私奉献 协助庙里的运作 每年的十一月 十一月的第三个礼拜 我们都会举办中议慈善会 110年 举办了我们有150份 这边的贫寒户 差不多50份 100份我们都带到山区 去救助那些比较贫困的人家 为了将关圣帝君的精神远远流传 更设计许多周边文创商品 象征着关圣帝君无时无刻忽有众生 关圣帝君 他有指示说 他的神像 设计一个Q板 放在那个护身符上面 希望大家看到公仔 就看到关圣帝君 就有我们圣贤公的那个标志 关公说他要有一个logo 那个logo就像一个关字 像一个关公的脸谱 此外圣贤公不仅在过年时 举办热闹活动 也会借由平时法会 来替信众消灾解恶开运祈福 我们每年在正月初三到初五 这三天都会做那个礼斗大法会 初三都会举办祈福 消灾补运的法会 借由节庆的到来 让更多信徒一同共襄圣举 用虔诚的心双手合十地膜拜 随着檀香烟鸟鸟生起 齐请一整年的幸福安康 嘉义大领圣贤公观圣帝君 祝福大家 五年新大义 和家平安 五年新大义 八年新大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